rituals 充满 充满 充满ArQ 排骨裹好麵粉下鍋油炸一旁 還要炒菜備料 便當店老闆一個人忙不過來 農曆過年肯定人手不夠 他決定上臉書徵才來外送便當 沒想到 他在臉書PO出徵過年外送便當員 也要幫忙包便當 甚至著名要年滿二十歲以上的女生 但更爭議的是工資 工作時間是除戲到出 一天是五百元 一PO出來立刻被網友留言罵翻 有人說大過年一天500你好意思嗎 不管老闆瞎爆了 但也有人說要看公使多長 過年一天外送不打包 一天500 這樣無理 兩斤500元 客戶放買 這是嘉義一間便當店被網友罵翻後 他主動自己下架貼文 但他也有話要說 強調除夕到初五一天500元 是只有大概工作三四個小時 但問題來了這樣時薪也才125元 也不符合勞動部規定的基本工資 時薪是158元 加上過年上班工資需要加倍 業者這樣的偵才條件 一天理應是1264元 差了764元已經違法 如果違法規定的話 會被裁罰2萬到100萬 除了違反勞動部訂定的基本工資 業者偵才還限女性 明顯違反了性別工作平等 可處30萬元到150萬元不等 甚至還會被公布實驗單位 和負責人的姓名 嘉義這間冰糖店老闆 原本過年期間想多請人手 卻想得不夠周到 不只被網友罵翻 要是真的因此違規真財 大過年的可要吃上罰單 記得紅鍋文 嘉義報導